航海王沉船了 貨櫃三雄有救吗 不打落水狗 十万订阅就差你一个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网伦 欢迎虎真横虎老师 网伦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我们看到了 货櫃三雄沉船了 现在连最东海的男人都下船了 到底要怎么看呢 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货櫃三雄 当时在6月30号 是因为这个长龙要除息 然后加上万海又除息 紧接着又有阳明除息 那时候涨停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很好 每个人都喊说 哇这个填席秀 然后带动整个大盘往上冲 结果现在后面的发展变成什么 航运股一直往下跌 大盘一直往上涨 又变成相反 所以其实航海股 我是觉得基本上 它都是一个逆势的股票 所以说你现在怎么看 我反而觉得这个地方 不要再去打落水狗了 因为我觉得该反应的大家看衰的也差不多了 其实在股市就是如此 当大家看得很好的时候 你反而要小心 当大家看到很衰的时候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短线上的一个低点 那到底该怎么看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首先看到了长龙 好 长龙就是这一波的航运股 这六月底的时候 始作俑者 因为大家都看到说 哇这个长龙70块 那么大的缺口 这个到底要怎么补 对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 这个要补要补多少 要涨大概五根半的涨停板 哇好难喔 其实当时大家都说有机会 可是现在就已经叫做天方夜谭了 对不对 改变为什么那么大呢 因为股价不涨 所以这个地方你到底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现在目前为止是缓跌的模式 对 而不是几跌 是 如果前面这边是几跌 可能就比较伤脑筋了 那缓跌就代表什么 有人在接 但是呢 它又不是非常的积极在接 它是用逢低层接的模式 那目前为止 它这个除息的第二天 的这个跳跌缺口 还没有回补 代表怎么样 有机会喔 有机会干嘛 有机会反弹 那至于会不会去回补那个大缺口 当然不是曾宏说了算 那就要看整个市场 法人跟主力的想法是怎么样 但是最起码 我觉得它有机会 会出现一个反弹的机会 可是重点来咯 重点是什么呢 航运股如果开始出现反弹 就是大盘要跌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注意了 因为他们算是逆势股 所以这三支股票 如果你真的看到它很强的时候 你手上其他股票反而要小心了 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什么 阳明 哇它的跌势非常的严重 今天也是喔 对 这个阳明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比较让人家跌破眼镜 大家都想说好 这个除息20块之后存40几块 难道真的还要继续往下跌吗 有可能吗 结果还真的就发生了 对不对 它就继续的往下跌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是看周线图的话 我现在是看用日线 你自己可以用周线去看 周线图你可以发现到什么 阳明已经把所有从之前应该是从前年那时候涨 那时候涨 你们不是一波飙涨吗 对 从20几块飙到这一两百块的那一波 所有多方缺口全部回补完毕 那回补完毕就代表什么 整个多方是已经正式的怎么样 全部吐回去结束了 那当然它会反弹 一般这个回补缺口全部回补完毕之后 常常会再出现一个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你要注意了 这个反弹不一定会把它之前的大缺口给回补掉 我说这个知道看什么 就是看市场 尤其是法人的动向是非常的重要 法人的动向非常重要 对 因为你去想想看 这个每次一来一往就有好几万张了 散户觉得撼动不了 没错吧 哪怕你一天买一百张也撼动不了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你只能看这个法人看他怎么做 那但是尤其是外资 外资跟这个投信 他们的力量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两个法人如果有机会继续 反手买超的话 那才有机会 那假设没有的话 我相信他还会再继续怎么样 再打混 但是我觉得也该反弹了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跌下来 你看已经2468 连续8根的黑K棒 一般而言 连续8根到10根的黑K棒 很容易出现反弹 会造成这什么 KD的技术指标 会出现低档的顿化 那所以说他反弹 应该也是一样 跟长龙一样 有机会了 好 可是有一档股票 你就要注意了 叫什么 万海 为什么万海要格外的注意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黑K线里面 万海的K线是最丑 虽然说大家都是黑K 但是万海的黑K是最长的最难看的 因为他的最大量是一个什么 非常难看的叫做黑木碑线 它跌下来之后又有出现中长黑 像这样的整个K线图 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长龙 还有阳明 他们的K线是短短的 有没有 缓跌 那就不一样了 当然最主要是万海是亏损的 它的本身是在亏损 就说未来是不是还会继续再亏 没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三档股票 假设有反弹的话 你要记得 长龙洋云会比较安全 万海带人也会弹 但是他弹的这个幅度我觉得 应该就不大了 你肯定要去注意一下 所以说 目前为止 我只能跟投资朋友讲 航运股是货贵三雄 不要再去打落水狗了 不要去空它了 虽然我现在目前在做空 但是我也觉得不应该再去空它了 你反弹之后看它怎么弹 我们再来下定夺 可是现在目前为止 会酝酿满身的一个反弹的契机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航运股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谢谢胡老师 分享也记得加入胡老师 LINE A跟Tagran 采经继续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ev送三次 收睹 收睇